目前以機師來講 其實都承受了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不管是這個輿論給我們的壓力 或者整個世界或整個這個社會 近日空勤人員接二連三 爆出感染事件 壓力排山倒海 身為空中領航員 面對疫情根本防不勝防 比方說在飛機起飛之前 我們必須要簽署非常多的飛航文件 我們都有機會跟地勤人員接觸 手套 口罩 連酒精 每項SOP防疫流程 就算嚴格遵守 還是層層漏洞 從起飛前的文件簽署 就至少三大項 倘若駕駛貨機 包括棉被 枕頭 餐飲等等 都得透過地勤人員送上機 擴大接觸可能 受訪前電話頻頻進來 詢問外界疑慮 20年資深機師張志豪 1月中離枝依然挺身護航 我們在飛行的時候 尤其是長城航線 幾乎都是熬夜飛行 都是熬夜飛行 所以熬夜飛行的狀態之下 我們還要去適應時差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的免疫系統就處於低下的狀態 這個航空公司的從業人員 還有他們在機場接觸到的人 最少都驗人是抗體啦 那其實也沒有多少人 頂多就是 頂多就是兩三千個人 這對驗抗體來講 應該不是非常困難 那這樣的得到資料 會是最全面性的資料 空勤人員的無奈 需要社會更多體諒 因為誰都不想成為趕展員 造成社會破口 帶一新聞 《消失界》李建寬 台北部導 好 無論如何多一分